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的赏息 那么我们这个部分 我们介绍的是相关系数的检定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是中正大学的契管研究所的考题 英文出题 Given the sample data for an independent the variable 就是x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变数 那么y是一个应变数 dependent variable 那么如下 as follows 这些是他给我们的资料 这资料给的非常的好 他们全部都该给的都给了 总和给了 然后平方和也给了 相乘的也给了 y平方给了 那我们就这个资料可以做回归 全部都可以做了 没问题了 好 首先第一步 他要我们用的是 list square method 那这个是list square 指的是最小平方法 来去compute 它的一个linear regression equation 好 那现在他要我们做的是 利用最小平方的方法 去计算这个 线性回归方程式 那么没问题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 先做第一题 首先我们要先看看x bar 是多少 先算出来 x bar的话呢 总共有n是20个笔资料 所以它总和是160 所以我们这个两个相处一下 x bar是8 y bar呢 这个地方y y bar是几 y的总和是240 总共有20笔资料 所以除一下 所以y bar是12 现在我们要去算的是sxx了 xxx的话呢 这是固定的算法了 因为题目给我们的话 那是非常方便 我们就直接就用的是 x的平方 减掉n倍的x bar的平方 直接就计算了 x的平方 这边是1536 n是几呢 n是20 x bar是多少 x bar是8 所以是8的平方 来我们计算一下 这边等于1536 减掉20乘上64 所以是256 再计算 继续算 yy yy的算法 其实跟它的是一样的 全部把它改成y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y的平方 y的总和是在这边 2965 2965 我们写下去 2965 减掉10 乘上 这是y bar是12 12的平方就是1144 这边的话呢 是20 我们要修改一下 这边是20 等于多少呢 计算一下 2965 减掉20 是等于85 这个算完还不够 我们还要再算 sxy sxy的话呢 所以我们计算一下 是多少呢 根据我们这边的资料 1832 减掉n是20笔资料 再乘上 x bar是8 一个是12 来计算一下是多少呢 20乘上96 乘下去之后 再用1832来减 所以是不够减 负的88 好 我们算到这边来以后 相关的资料 已经全部都有了 现在题目要我们说的是 用最小平方法来算 那么我们就第一步 先算beta hat是多少 beta hat是sxy 除以sxx 来带下去 上面是负88 下面是 xx在这边 256 来我们计算出来多少 负的 0.34 375 现在再继续算 第二个系数 叫做alpha hat alpha hat的算法 就是利用的是 y bar 剪掉 beta hat x bar 那么 y bar是多少呢 是12 剪掉 这边是beta hat的话呢 就是负的 0.34 375 375 乘上 x bar 是8 好 我们计算一下 是多少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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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现在我们就可以得到了第一个答案了 第一个答案是 y hat是怎么写呢 14.75 减掉 0.34375 x 这就是我们的利用最小平方法的技巧 算出来的回归方程式 那么现在我们来做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说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x and y 它要我们说的是 x跟 y之间的一个什么呢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就是所谓的r r第二部分 刚刚这是第一部分 我们把它列出来这样比较清楚 r是多少呢 r可以把它这样写 sxy 这是根号 这个只是我们的定义 那么现在题目 都已经资料都已经全部都准备好了 我们的sxy这边是 负88 这是多少呢 这边sxx的话 我们知道前面算出来是一个是256 一个是85 那计算一下 我们计算出来结果是多少呢 计算出来 上面是负88 这边256乘上85 乘上85 然后算完之后 再一起开平方根 这边是147.51 好 我们就算出来是负的0.596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题目 负的0.596 这是什么呢 这是它中间的一个相关系数 x跟y之间的相关系数 最后一个题目 is there is the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x and y 它要问我们的说 这个x跟y的话呢 有没有达到了一个显著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它中间是相关的 那么第三步的话呢 我们就用的是 检定了 检定又用 t检定 ro等于0 这是没相关 这是 有相关 不是0 本题是 α是0.05 我们的 我们的自由度 这个地方来说 n是几呢 n是20 所以我们的自由度是18 那我现在要去查一下表 我们查一下 这个地方我没有空间 所以我们直接查给各位同学 t0.025 在自由度的地方来说 因为它是双尾 所以我们查的是0.025 自由度为18的地方来说 是2.101 这个地方我们先框起来 这是我们在另外查表得到的 好 那现在我们就用 t检定来检定它了 t值是 它的统计量是 上面是r 这边是n-2 这边是根号 1-r平方 那么我们把我们的相关资料都带进去 我们的r是多少呢 这边算出来的是 负的 0.596 负 0.596 乘上 n-20几呢 n是20 那就是根号 18 这边是1减掉r平方 那么1减r平方是多少呢 r平方这边我们算一下 这边是 根号 0.644 784 我们这计算出来的结果 那这边的值是多少 那这个地方也要按计算机 这边一定要按计算机 才算得出来 3.149 3.149 同学看一下 3.149 我们的 临界值是2.101 这个地方来说 已经显著的大于 2.101了 所以我们要下结论 结论显著 结论显著的意思就是 拒绝H0 拒绝H0的意义就是代表的是什么呢 X与Y如何呢 显著 是相关的 它们中间有显著的相关 所以同学的话呢 你看一下这个题目 这三个题目 就是我们一个整组解题的模式 这个题目